好,那我们继续啊 喂喂喂 好,我们继续 先说一下这个吧 我先说一下这个市场 我先说一下这个市场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市场 大家打开这个市场 我介绍一下这里面的功能 这里面有一些非常靠谱的功能 都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那个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一下 这里面有一些 EA交易 这个东西大家现在不要碰 EA交易有后面再会教给大家 大家现在呢 就先只看什么呢 先只看指标 指标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一些指标 有一些都是要花钱买的 比如说 比如说 好,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指标 它是多少钱呢 是110美金 110美金 那有人说了 那我没这笔钱怎么办呢 如果你真的想买 我只是告诉你 我没有说让你去买 我没有说让你去买 我在这里再重 重说一遍 我没有说让你去买 但是你一定想买怎么办呢 点击 点击以后呢 这个地方有买录 买录以后 点击它会弹出一个特效框 你可以将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账号里面的 真实的美金 转到现在这个账号里面去 注意 这个账号待会儿 这个叫MQ5账号 MQ5 MQ5呢 是就是 说白了 MQ5是什么呢 就是做这个MT4这家公司 先跟大家说一下 MQ5 就是这家MT4的公司 就是这家MT4的公司 MT4的这家公司呢 可以就是说你可以 把我们现在这个 10盘里面的真金白银 转到MQ5的这个账号里面去 转到MQ5的这个账号里面去以后呢 就可以在这里面进行购买 你所需要的插件了 懂吗 懂了吗 同志们 懂了吗 然后直接点击买录 那么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当然你说这个指标要卖 110美元 那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用呢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点击下载模拟 下载模拟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模拟盘进行使用 但是不能在10盘进行使用 大家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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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我们如果要怎么找到他呢 我们先在这里选择显示 在显示器里面 选择导航器 大家选择导航器 导航器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下载 下载的有点慢 因为这个玩意儿呢 是俄罗斯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MQ MT4这家公司 是俄罗斯的公司 所以来说呢 有点慢 然后呢 这些东西呢 这些这个市场呢 都是这一个 就是私人自己做的 也不是说都是官方的 也都是私人自己做的 做完了以后呢 就放到上面卖 就是反正就像那 我也做一个 然后我卖 交价交个10美金 如果有人买 那我就赚了 赚了可能赚了个8美金 另外2美金 就要交给平台 这大致是一个这样的意思啊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多少 反正就是要交给部分 一些交个平台啊 然后这里呢 等他先下完啊 这个下载有点慢 因为我这是模拟盘 模拟盘他就能用啊 这里是模拟盘 他就能用啊 没关系 如果是10盘的话 他必须是要买入的 那可能有人说了 那你竟然模拟盘能用 那你在10盘里面 你在模拟盘看好 你在10盘里面在 那个下单不就行的吗 是啊可以啊 所以来说这个没问题啊 大家如果不想用 不想买买的话 直接就下载模拟 就可以了 在模拟盘里面 无非就是不能在10盘里进行使用啊 无非就是不能在10盘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在我开两个 一个下单用 一个在模拟盘里面看盘嘛 对吧 所以来说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 这第一啊 第二呢 就是还有一部分呢 它是免费的 它的免费呢 是因为它有些很多信息 比如说我买了以后 我花10美金买了 买了以后呢 我就把它共享到这个 这个里面去了 共享到这个市场里面去了 那我就免费吧 我就免费在里面 所以来说呢 它也有一些共享的啊 也有一些免费的 待会我交给大家啊 交给大家 好 93% 好 装完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这个东西啊 大家可以看到 直接可以找到啊 直接可以找到 好 直接可以找到 好 找到以后怎么用呢 其实很简单 双击就能用了 双击就能用了 在我们这里 直接就可以找到这一个 Tried fly 就是 这个单词的意思应该是 趋势跟随 趋势跟随 我们来看一下 Tried fly 再来 你看到 这个大家看到啊 有两种方法 直接鼠标左键拖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只能在 要 要进行买 买完整版 这个东西 无所谓 我们在这里 测试 我们可以在这里 选择测试 测试了以后呢 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好像还不能这样用啊 这个我来看一下 他这个好像是 没啥作用 没啥作用 他这个EA的 这个是个EA的 这个是个EA的 这个 技术形态 看一下吧 有啥用 因为有的我也没用过啊 有的我也没用过啊 没这个没什么用 好那这个是EA的 EA的我们就不管他 EA的我们就不管他 我们再看一个 指标啊 我们再来看一个指标 这个还卖 这个还卖49 好 当然也有免费的 当然也有免费的 什么免费的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搜索啊 我们可以在这里搜索啊 在这里选择搜索 插开全部 然后呢 市场呢 我们都可以找到 就是有一部分 我们都是可以找到的 你可以在这里面去淘宝啊 你可以去淘一下 看这里面有没有你喜欢的一些这个凤凰趋势啊 这个我就已经买过了 下载过了 这里面呢 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趋势啊 当然都是老外写的 不是中国人的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 当然有一些中国的名字的话 那就是中国人写的了 就是大多数是英文的话 那基本上是老外写的 那么你们就把它下载下来试一下 下载下来试一下 那么这个呢 就是 这个呢 就是这一个 MT4的免费市场 大家明白了没有 大家明白了没有 好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说一下 我们之前学的 我们之前装的这一个 为什么我建议大家装这一个呢 好大家看一下这个通道 到底有什么作用啊 这个东西我现在来跟大家讲一下 好 那么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这个地方有个高点 这个地方有个低点 那么这个地方 他我首先说一下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东西 存在的 存在的 逻辑是什么 就是他的这个逻辑 他的这个编写方式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才让他出现这个东西的 然后大家首先一看 这个红色的部分 是什么部分 大家知道吗 这个红色的部分是什么部分 大家知道吗 这个红色的点点是什么部分 这个红色的点点是什么部分 这个红色的 是指的支撑线 大家看出来了吗 红色的点点是支撑线 大家看出来了吗 蓝色的部分 是什么压力线 看出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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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大家会发现 你如果放在一分钟的时候 那你这太密集了 你可以看到这里 非常密集 非常密集 而且他没有 而且他这个东西呢 注意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他这个东西的不是说 一开始打了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而是他向下落一下 然后他才会出现 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延后性 也就是说他有个延后性 既然这个东西有延后性 那你告诉我这个支撑位 结构线有啥意义 因为他都已经跌下来了 那你 你这个地方都跌下来了 你再告诉我这个地方有结构线 那我就没没太大意义了 这个对于大家来说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这个意思 啊 如果结构线能够提前知道 那当然是一个好事 但是这个结构线之前 就是说 只能是后置后绝 那你说这个结构线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OK 现在我来教大家 使用这个插件的方法 首先你换到四个小时 在四个小时里面呢 我们找到它的结构线 然后把它画出来 当然 因为这是四小时 所以我们稍微的画粗一点 好 这两根线我们就画成一根线 这两根线我就画成一根线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画一下其他的 好 我们还可以往左边画一下 我们可以向往左边画一下 把这边至少能够占满 这边能够占满 稍微的我们要自己看一下 比如说这三根线 这三根线我们就画一根就可以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要把这三根全部就就上 我们就要把这根结构线往上画 往上延一点 既可以就这一根 又可以就这一根 又可以就这一根 大家可以看到 好 这三根结构线 这个四个小时的结构线 画完了以后 我们现在再回头看一下一个小时的 我们在一个小时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果画四个小时的 我们看一个小时的 那么我们在一个小时里面看一下这个结构线 或者我们在三十分钟吧 我们把一个小时也画完 我们把一个小时也画 一个小时也画 一个小时呢 那相对来说就比较好画一点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的线稍微的就 白一点 稍微的就白一点 这个地方 我们就稍微的白一点 就细一点吧 细一点 说错了 细一点 这个地方 我们稍微的就这一根线 我们尽量从左往 从左看 我们尽量从左看 为什么从左看呢 就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从左边推向右边 我们就可以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 没有发生之前 我们可以推出 他哪个地方会受阻 哪个地方会受阻 好 基本上我们在这里呢 就画到这里 等一下我们检查一下 就是把一些 前面画出来的 我们就是 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是画前面这一部分 从这个地方开始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就是从右边开始 就是打个比方 是我们没有发生的 右边开始 是没有发生的 那把我们的一些 右边这一部分 全部 只要涉及到这个位置的 我们先删除 左边的可以继续画 左边的可以继续画 我重新画一下 让大家明白一下 我说的这个意思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使用的这个 这个东西以后 我们到底要怎么看 我们到底要怎么看 这个玩意 到底要怎么看 这个玩意 好我们现在在四个小时 然后呢 我选一个分界线 我选一个分界线 选哪个分界线呢 打个比方 我选择这个地方 为分界线 右边的就是没有发生的 左边的是已经发生的 那么以左边为例 打个比方就是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局面 以左边为例 我们左边已经有了 这一个压力位支撑位 我们根据左边的这个压力位和支撑位 画出来 然后可以判断右边的走势 来 大家跟着我一起来 首先我们画一个小时的 四个小时的 我们稍微的画出一点 好这三根线 组在一起 把这三根线组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稍微的就一下 就就一下 这一根线 所以来说呢 这一根线 我就不但 不再单独画了 那么就往上来一点 往上来一点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来 就一根线 就一根线 这根线基本上就可以 这根线基本上就可以 好 这根线我们再来画一下 这根线就可以 这一根线就可以 好这个地方 我估计它没到 这个地方根本就到不了 好这个地方稍微画一下吧 稍微画一下吧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也是出现了一根 这一根的和下面这一根就就在一起 那么稍微的把它放在中间来一点 能够上下都能够照顾到 都能够照顾到 这根就不要了 这根就不要了 因为跟下面这一根就已经非常的接近了 好这一根 是要的 这一根是要的 但是这一根要呢 我们稍微的就一下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嘛 所以来说我们就就到这个位置来 大家可以看到就到这个位置来 正好也可以就一下上方的这个压力位 就一下上方的这个压力位 这个位 然后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好 这是四个小时的 四个小时的我们就画完了 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小时的 还是到我们的右 还是到我们这个 K线的右方去 还是 左方去 到左方去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重新找一下 一个小时的压力位 然后呢 稍微的把它的 可以先改改改改改短 这个我们取中间 取中间 正好就在这里 取中间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是有一根的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 取一根 这里取一根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 我们这里就 基本上就画完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 我们可以画一个 但这个 好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看完了 好 基本上看完了以后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的盘面 跟我们这一个 有没有关系 这个地方一个小时的 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画一个 这个地方可以画一个 稍微就一下下方 稍微就一下下方 就到这里来 因为它非常精确 这个支撑位 这个结构线 非常精确 所以有的时候 你就要稍微模糊 注意 它既然很精确 你就要做得很模糊 你这个东西 不可能是非常精确的东西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已经把整个的结构线 就已经画完了 整个的结构线 就从这个绿线之前 我们绿线之前 整个结构线就画完了 那么基本上 我们在这些位置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 在这些位置 我们一定注意 特别是在这种 出现的时候 那注意的这个强度要更大 出现的时候 出现了这个强度要更大 那当然 如果你要是OK 你要是OK 你要不嫌麻烦 你可以把30分钟的线 也画出来 我之前 我是连30分钟的线 也画出来了 我跟大家说 我连15分钟的线 我都画出来了 画的是密密麻麻呀 真的是 看着你眼花缭乱 看着你是眼花缭乱 30分钟的线 我们稍微画一点 因为很多重复的 我们就不用管了 很多重复的就不用管 比如说 而且30分钟的线 注意一下 就是只能画近的 你画远了 就比如说 已经到这里来了 就没太大关系了 因为这个时间跨度越长 这个压力位呢 它能够存在的这个价值就越小 时间跨度越长 我们这个呢 就用虚线表示 好 这个后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都是一致 好 基本上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吧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回到5分钟或者15分钟 或者5分钟吧 回到5分钟吧 5分钟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绿线右方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都达到了 我们画出来的结构线的位置 产生了一些反弹 或者是压力 或者是阻力 或者是压力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这两根K线 上方这个K线 是哪个地方呢 我记得当时 上方这个K线 是因为 上方这个K线 是因为 一个小时的这个位置的 这个位置 产生的压力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这个位置 产生的压力 大家看到没有 在这个地方压住了 下来 这个地方就开始属于 后面的盘面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这个从这里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 从这个绿线之后的右方开始 这就属于什么了 这就属于我们后面未来的盘面了 对不对 那么属于未来的盘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了压制 大家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到了这个地方会怎么样 到了这个地方就会被压下去 看到没有 不敢保证他 他一定不会上去 但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做个档线会怎么样 你做个空 在这个地方买个空单的档线会怎么样 至少来说是有机会的 大家发现了没有 大家发现了没有 这15分钟啊 如果你换成1分钟的话 那可以机会更多 机会更多 但15分钟你看到没有 大家看出来了吗 大家看出来了吗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刚才画这个位置 你在这个地方做个空单 是不是有机会 啊 人呢 人呢 你在这个地方 你在这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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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个空单 有没有机会 你在这个区域买个空单 有没有机会 你可以看到 我不知道他什么 注意啊 你不会 因为这个后面都是属于未发生的阶段 你不会知道在什么地方会涨 但是你在这个地方买个空单 是不是有机会 止损点放在哪个地方 止损点就放在前面的新高的位置 看懂了吗 或者你就在 看懂了吗 其他的人呢 其他人呢 看懂了吗 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 我们继续往后看 来我们继续往后看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再买个多单行不行 这个地方 好当发展到这个趋势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方买个多单行不行 这是一小时限 这是一小时限 我们在这个地方能不能买个多单 我们来买个多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买个多单怎么样 至少来说 你有 你有赚一波的可能性吧 短线 15分钟 你可以拿个 191919 1919 1921 可以拿个200点利润呢 大家看到没有 看清楚没有 200点利润你是拿得到的 你要是放在这里的话 你是有 1911 有300点利润了 是 看看懂了吗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那你到比如说到中间了 那你要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不做了呗 我们就只做这个支撑位 我们就只做这个支撑位和这个 压力位的位置吗 好继续往下看 好他冲破了 冲破了以后 好我们在这个地方买个多单行不行 行不行 行不行 我们在这里买个多单行不行 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买个多单 可能会有个下探 大家注意 因为毕竟是个区间吧 我都说了吗 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区间吗 后来怎么样 后来怎么样 又打到了这个支撑位 看到没有 又打了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 之前我们画的位置 这不是我们 后面在临时抱佛脚 做出来的位置 注意 不是后面临时抱佛脚的位置 大家看到没有 OK 那不这一单又赚钱了吗 我不能说你一定会在 会在 最高点卖 你卖在这个地方行不行 你卖在这个地方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那行了吗 你这又有多少点 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这有多少点 我们在这个地方买的吗 19 1911 1911 然后这个地方是 1916 1916 1911 我操 找了有点多 1916 这500个点 500个点 还不够你吃 500个点 还不够你吃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那他继续上涨 涨了以后开始跌 那这个东西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那我们就就那个了 因为他这个地方也不是我们现在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看不出他有任何的结构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小时的这个结构线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个位置 就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小时这个地方成 成为结构线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 这个地方没有产生这个结构线 没有产生 就是他这个提示里面是没有产生这一个 没有产生这一个那个的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要去开单了 顶多这一单我们不做嘛 这还不行吗 我们不损 不损 当然如果你要是从K线 从K线这个角度来看 你觉得这个地方是空 那你可以去加仓空 那这个东西那就不管了 15分钟他这个地方有个 有一个压力位 15分钟有个压力位 15分钟有压力位 但是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等他出现的时候 你再去买就就已经晚了 就是因为他可能到了这个位置 比如说他可能到了这个位置 这个线才出来 那你就没意义了嘛 你现在再去买毛的意义啊 啊 所以来说 好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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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如果我们 这个地方他二次探底 二次探底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能不能再去接多单 因为这个地方是个压力位 大家都知道 这个地方是个压力位 我们这个地方还支撑位 这个地方还能不能接多单 能不能还去接多单 不能接了 为什么 已经破过一次了 这个地方已经破过一次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能再去接了 注意啊 就是说破过一次以后 就不能再去动这个东西了 破过一次以后就不能再动了 当然 你看 也要看情况 也要看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回调有点大 所以 从现在这个局面 如果现在这个回调有点小 根据我们的黄金利率 我们要看到大致什么情况呢 我们要大致看到他回调回他回调到哪里呢 我们根据黄金利 这个又是把我们之前的技术 放在一起 混合使用 至少他的回调 我们要看到38.2 到23.6 之间 至少要看到这个 区间之间 所以来说 如果你这个地方在二字探底 他探底这个位置 也才是61.8 那么远远达不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个 这个探底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这里 不要去动他 不要去动他 好 好我们继续往后看 好跌跌跌跌跌 好跌到这个地方 能不能去抄底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能不能去抄底呢 这根K线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是画了有一根的 这个地方我们是画了有一根这个一个小时支撑位 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先做个记号 我们回到一分钟的K线 你去看一下 估计也就是一个 也就是一个那个 也就是一个短 没机会啊 这个单子如果做进去了 他没有撑住 这个单子没有撑住 然后这单子可能就要损了 这个单子可能就损了 这个实话是说 如果因为这个地方他没有撑住 一个地方没有撑住 所以来说呢 这个这个 这个支撑位呢 还要结合我们的K线来看 不是说 你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做的 你就可以直接做的 好我们再来在一分钟下面 我们再来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 那么这个地方有个15分钟的 15分钟太小了 15分钟太小了 好到了这个地方有 有结构了 但是 这是一分钟的 我们不去管他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一个小时的 一个小时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去买一单 还是有机会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他至少涨到这里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有多少点 1889 1892 这一单是损了 就是刚才里面 四单里面错了一单 这一单如果买进去 至少这个地方也是能够涨起来 有一些 有一些 300点的利润的 也是有300点的利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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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也是有三单 但是不一定能超到最低点 你要是说 能不能超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东西 那就只能看你的K线了 说实话 这个K线 你放到这个地方去挂单 其实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巧合的因素 就比如说 他向下滑了一些点 比如说 这个地方是支撑 他其实这个地方是撑住了 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他还是向下落了300点 大家可以看到 1889 1889 然后这个地方是1886 向下滑了200多点 但是你说这个玩页 是不是那个 属于正常 因为 我都说过 这都是属于区间的 你想 你想超到原始底 那很难 你要想超到这个地方 基本上很难 除非你是从未来 穿越回来的 你在这个地方提前挂好单 但是你要想一下 这是一分钟的引线 碰到一下这个位置 如果你手动开单 你是开不到这个位置 你只能是说在这个地方挂单 那挂单 你凭什么就能认为 在这个地方 他能到这个位置呢 他不到下面 更下面一点 或者更上面一点 所以来说 你除非是串业的 所以来说 把这个单子开了这个地方 也能赚一波 也能赚一波 可能不太多 可能就 黄金的0.01手 黄金0.01手 如果是有个 300点的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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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的话 差不多就是0.01手 差不多就 4美金左右 4美金左右 向下滑 差不多也就滑了 2.5美金 也就是 最多的时候 你浮亏 2.5美金 但是你赚 最多的时候 你可以赚个 2美金 4美金 就是一个 基本上就一个 这样的情况 好 我们再继续往后看 我们看一下这个 后面的这个 情况 那么我们 但凡发现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只要在我们这里 画了一些支撑的位置 在一分钟的结构线里面 我们都可以尝试着怎么样 去做一波短线 大家看到没有 如果这个地方 第一次下碳 第一次下来 如果碰到这个位置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个多 然后 上去 上去以后 卖掉 然后再下来 你还做不做呢 那就看你自己了 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 这个就看自己了 就是 它下来的第一次 你注意在这个位置的第一次 你都可以尝试去做它的 左手单 这个地方是结构线 它第一次碰到 OK 上去 那你就去做多 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第一次碰到 你就去做空 这个地方 只要这个画出来 第一次碰到 做空 好 那么这一次被错过了 比如说这一次 这一期已经 已经被用过了 这一次打热比方 已经没用过了 那么 在这个地方震荡一下以后 它向下 向下以后 如果再出现我们之前画的 这是15 这是30分钟的 30分钟的 这个支撑不是那么强 那么这个时候 你注意一下 要不要去接 要不要去接 那这个里面就需要一些综合性的判断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但如果它上窜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机会呢 有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我们 开一单空单 开一单空单以后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个100点的点差 有个100点的这个利润 有个100的点 可能就赚个一美金就跑了 因为 本身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上升趋势 如果你这个地方赚了一美金 你要是没跑 可能在上面 又上去了 上去了以后 你可以看到 后来又下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比较折腾人 有的时候比较折腾人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去了以后 下来了以后 碰到这个位置以后 你可以再去继续做 我们看5分钟吧 一分钟太太那个了 太纠结了 我们看5分钟 所以来说我们可以看到 有了这个结构线呢 比我们自己手中画的要 更加准确一些啊 就是如果你不善于画结构线的 如果你是不善于画结构线的 那种人 OK 有了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 非常容易的把结构线 大致的画出来 画出来以后呢 根据其实这里面最有效的 就是4个小时和1个小时的结构线 4小时结构线和1个小时结构线 基本上画出来以后呢 就可以大致的判断准备趋势了 比如说 我在这个地方跌了 这个地方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开个多单吧 他已经跌了很大的这个跌幅了 我觉得已经到底了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开个多单吧 可能会向下再划一点 划了一点 一点几美金吧 这个地方是1911 大家可以看到 1911.93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1910 划了1.8个美金吧 划了1.8个美金 我觉得应该能够 应该是能够忍受的 应该是能够忍受的 因为 然后 当然你可以分批入场吧 你在这里先录一场 如果再划了一点 再录一个场 再录了一场 如果再向下划了 那里就出场了 全部出场 两单全部出场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赚了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那这个利润就 至少第一波上涨 到这里来 1916 我们最高的进场点 1911 也就是说最少 你在这个地方 至少赚了6美金 如果你要是在 分批入场 在这个地方 在入场的话 在入场一单的话 你这两单 至少是赚了14美金 这两单 至少是赚了14美金 但是你可能亏 就亏了5美金左右 这两单亏在一起 可能就是亏了5美金左右 所以来说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 还是一个 比较 比较 一本万利的一个买卖 一个比较 一本万利的买卖 那当然 如果他出现了5分钟的支撑 如果这个地方出现了 他往上涨的时候 他往下跌了 这个时候注意 你这个时候 在这个地方拿了单你不用怕 你不用怕 为什么不用怕呢 如果这个结构线出现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结构线出现了 非常的晚 注意 这个结构线出现了非常晚 当这个结构线 出现了就代表这个支撑 是沉溺的 沉溺的话 他肯定会 有一波 上涨 有一波上涨 有一波上涨 那也在这里也是一样 如果这个结构线出现了 这个地方注意我们都是用小周期了 如果这个压力位出现了 那这个地方你就应该抛单了 这个地方就应该抛单了 这个地方当然他可能 他出现的这个下跌这个位置呢 应该也是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才会下跌 所以你的这个抛单的位置 可能如果你按照这个指标的话 他的抛单位置可能是在这个位置 可能是在这个位置 他不会是说一到这个位置 他就告诉你这个地方有支撑了 有有压力了 他就不 他不会的 他是你至少要跑 跑两到三根 两到五根 五分钟的K线 五分钟K线 如果是一分钟的话 那可能跑个三到五根吧 三到五根K线 他才能判断出来 就是 五分钟的K线 差不多是五 差不多是三根左右 也能跑出来 你如果要是知道 知道这个东西 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进空舱 什么时候进 多舱了 好了 明白了吗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结构线的一个辅助 大家听懂了吗 大家听懂了吗 空船了 如果啊 如果你们要是不嫌 不嫌这个花眼睛的话 从一个小时到30分钟到15分钟到5分钟全画好 那么你要是把这个东西精算好 你真的 他在哪个地方有个小的转折 就相当于在哪个地方 转个转个身 你都完全都可以 你都可以查得出来 从这个 从这个上面 那当然你这个画面就没法看了 就是各式各样的线 各式各样的线 各式各样的线 我基本上就画了15分钟 我就画不下去了 因为整个线的密度已经非常高了 线的密度非常高了 所以来说我觉得4个小时 一个小时30分钟 就基本上够了 这三根线 这三个时间周期 你把这三个时间周期划上 就基本上 可以预判一部分行情了 我不能说全部 但是有一部分行情是可以预判的 你比如说这个地方 他确实打了这个地方就下来了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他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是30分钟的一个周期 好这个地方是后来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是后来出来的 后来出来的 这是一个 一个小时的周期 我们把它补上去 这个地方 注意 我们要经常更新 因为 因为你这个线你画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还只是这样的盘面 当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出现了这个盘面的时候 你就要把这根线给补进去了 你就要把这根线补进去了 你把这根线补进去以后 你把这根线补进去以后 我们做短线 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 我们可以看这根线 这个就是 这根就是我们刚刚画的线 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个时间点出来 从这个时间点开始 往后 看 15分钟 好 这个地方呢 产生了一个 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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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上涨了 上涨了以后 上涨了以后 我们看一下这根线 这根线 好上涨了以后 这是注意啊 这15分钟 这5分钟 这个地方我们碰了一下这个地方 碰了一下这个地方以后怎么样 我们继续买它的空单 我们继续买它的空单 因为这个地方是压力位嘛 继续买它的空单 下跌下去 好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它又碰了一下 这个位置 我们还可以再买一个空单 又跌下去了 跌下去以后呢 你就不要再去买多单了 然后它就 如果这个地方它再上去了 那么这个地方就不能再空了 这个地方就不能再空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是可以开个空单的 这个地方是可以开个空单的 这个地方是可以开空的 好这个地方又是个压力位 这个地方是之前画的 这个地方是 后面我们是没有进入的 好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又是一个开空单的位置 那包括这个 4小时这个位置 4小时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在这里 开个空单 看到没有 至少你可以放在这里来吧 放在这里来是没问题的吧 对吧 4小时的位置 4小时位置 可能向上浮了一点 但是可以是买的 其实 其实呢 结合我们之前所学的什么 能量战法 一起使用 结合我们的能量战法 和2b理论 一起使用是最好的 什么怎么样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看这一单 这一单 你告诉我 凭什么买空 首先它是一个流星线 流星线 然后这个地方是产生了一个压力位 这个地方我们给它画一下 结合我们的2b战法 结合我们的2b战法和能量战法 结合我们的2b战法和能量战法 首先因为这是小周期 我们现在已经是在很小的周期来判断 这个行情了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不像之前 之前我都是让大家看 至少30分钟和一个小时的这个周期 至少啊 现在我们现在是在5分钟的行情啊 所以要快啊 一定要快 好 这一根线我们之前在这个 这里面叫什么 之前我们这根线是叫什么 这根线我们之前我们学的是叫什么 长长的上影线叫什么 这根线叫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在能量战法里面叫什么 叫什么 垂头 对了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 地方开单 我们应该怎么地方开单 我们应该什么地方开单 我们应该什么地方开单 结合什么 结合2b理论 我们在什么地方开单 这个地方有产生那个压力 对不对 这个地方有产生那个压力 然后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开单 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开单 人呢 人呢 我们什么地方开单 我们什么地方开单 都学过的 没有 没有说 没学过的东西 人呢 对 对 实体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二处开单 实体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二处 也就是大致就是这个区间 也就是大致就是这个区间 就这个区间 我们来开单 对不对 我们来开单 对不对 是不是呢 我是不是原来这样说过 整整个 K线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二处开单 破 破掉这个位置 止损泥场 我是不是这样讲的 同志们 破掉这个位置 止损泥场 我原来是在大周期里面教大家 现在注意 再次注意 我现在已经是缩小到五分钟周期了 看到没有 我现在是缩小到五分钟周期了 看清楚了没有 看清楚了没有 现在已经是在教大家做短线了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 你不管是做长线还是做短线 你把我先给你的那一个 举基站法先搞熟 后面的东西 都是在不停的验证 大家发现没有 好 那么RB理论 我们结合上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开单 能不能开成功 那就是看老天爷了 我们 确实没有发言权 说不定开了成功 说不定开了成 开不成功 好我们来看一下 后来 这一单大家都知道 在他到这个地方 我们至少能够在这里开一单 是不是 至少能够在这里开一单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开单成功了吗 对不对 按照我们RB理论这个地方是不是开单成功了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他 如果你不想拿太长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他是在1868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们换个颜色 换个颜色 我们开一个单 开个单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1868 然后呢 我们能放在哪个地方呢 我们直接 之前说的是什么 我们之前说的什么 如果你你稍微的稍微的 没有 没有那么贪心啊 我说的是 在你不贪心的情况下 你的止盈点呢 就放在稍微保守一点 放在这根K线的下方 放在这根K线的下方 我们来看一下 他多长时间能够 就是相当于能够止盈 我们来看一下 他多长时间能够止盈 好我们换到一分钟的K线 所以 我们现在已经是在讲一分钟K线了 一分钟K线了 就是教大家 做这个 做这个短线了 完全是做短线了 我们可以看到 在什么时候止盈呢 就这一根K线出现的时候 止盈 一共花了几根K线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共花了6根K线 也就是在一分钟下 是花了多长时间呢 花了6分钟 止盈 这个地方就止盈了 我们赚了多少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 赚了多少点呢 161868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是多少呢 1868这个地方 1864 我们赚了300多点吧 将近400点 18681864 400点 400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你 你如果是0.0一手 你赚了将近5美金 赚了将近5美金 看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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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把我们之前所学的 中和型运用在一起了 你说的信号 你说的信号不明显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是个快档啊 注意 你要是想做那种单子 你要是想做 你要是想做那种 完全的 注意 这个单子是一个历史的 注意一下 这个单子 因为本身这个地方是什么 你单从这个方向来看 我刚才就说了 这个单子是个历史的 我刚才是不是这样说的 我刚才是不是说这个单子是个历史的 如果你单从现在这个K线看 这个地方 你单从这个K线看 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来说在五分钟情况下 是一个什么 是个什么 是个什么 对了 违反了 对了 看出来了吗 你这个地方就已经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 违反了 你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 你这个地方其实应该是个做多单 所以我跟你说 跟刚才这一单子呢 是一个激进的一个做法 刚才这个单子 买个空 就是让你快进快出的 就是让你快进快出的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违反了 你没看出来吗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之前所学的什么 在指数里面 我们那个狙击战法里面 有这个的叫什么 所以来说呢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来说呢 我们画出来这个支撑位以后呢 是非常有作用的 当然 如果你本身 画结构线 就画得非常好 那不需要这个玩意 那也行 但是如果你要是说我这个结构线 我自己画的 我自己都不相信 那你就用这个东西 再加上你自己画的 你可以把它相结合 那里进行使用 那就非常棒了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非常棒了 好 那么在这里我再教大家另外一个使用方法 再教大家一个另外一个使用方法 什么使用方法呢 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大周期下面 在大周期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大周期下面 在大周期下面 就比如说像刚才这个问题 像刚才我们之前 大家还记得在上课之前 我们碰到的那个蓝蹄的问题吗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黄金走了个震荡 然后那个人凭什么在那个地方买单 大家还记得这个问题吗 好 来 可以用这个东西 解决 可以用这个东西解决 可以用这个东西解决 我们来看一下30分钟 当时是 他是在哪根K线买的 大家记得位置吗 是1小时吗 这是黄金 这是黄金 1个小时 这里 这里 这根K线 画出来 这根K线 好 这根K线买的 这根K线买的 那么后面我们先不看 我们后面先不看 也就是说 这根K线的后面 我们不看的前提下 我们不看的前提下 我们能不能通过现在这个东西 能看出 它到底是上涨还是下跌 好现在我们来 往下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小时 再看30分钟 我们来看一下30分钟 好 30分钟是个什么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30分钟到了这里 创了一个新低 创了一个新低以后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相当于从这个地方见底 见底了以后有个上涨 上涨了以后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里有一阶楼梯 这里有一阶楼梯 大家发现了没有 这里有一阶楼梯 好 这里有一阶楼梯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什么 大家明白了吗 明白我想讲什么了吗 大家明白我是想讲什么的吗 我之前讲过一句话 大家还记得吗 上涨 看最低点 下跌 看最高点 大家懂了吗 大家懂了吗 画一下 这个地方 产生了一个支撑 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也产生了一个支撑 那也就是说它是在什么呀 它是在什么呀 它是在上楼梯呀 看到没有 好 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支撑 我们回到更小级别 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个地方的支撑 这个地方支撑 5分钟 我们可以看到 在5分钟这个地方 也有支撑 然后大家会发现一个道理 大家可以发现 如果在上涨趋势中 他这个楼梯越来越高 就代表是什么 在小周期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楼梯这个像不像个楼梯一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趋势 其实就是 保持的一个多头 大家发现没有 大家发现了没有 好 好那空头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空头长什么样 我们既然看了多头 我们要看 空头 好 空头看什么呢 空头看蓝线 空头看蓝线 首先 首先 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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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地方就看多头了 注意这个地方就要看多头了 跨 跨 先下来一下 然后再上去 再下来 再上去 大家发现了没有 发现了没有 发现了没有 所以我们通过这一个 也可以判断出 后面到底是多头还是 就是 你这个东西也是个概率啊 就比如说像刚才 他多头的时候也会下跌一下 这也很正常 就说这里面 至少目前从一分钟五分钟这个局面上 我们看这一个地方 我们看这个地方 一分钟有点 偏空头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下 也是个下 但是到了这个位置 到了五分钟 我们这个 看这个局面 我们可以看到 是明显的 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来了个小吹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震荡了一下 来了一个小吹步 向下一打 向下一打以后呢 在这个地方停留了一下 这个地方已经比这边高了 这边已经比这边高了 所以从这里来看 其实如果这个K线出现 如果这个K线这个地方出现 那基本上已经是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 这个平台已经出现 就代表着我们的多头已经成立了 这个这个地方的这个出现 就代表我们这个平台已经成立了 大家看懂了吗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 照波通道的使用方法 大家听懂了吗 当然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用法 在这里呢 我就只能跟大家讲这么多了 因为这就是我研究出来的结果 因为他也没有说明书啊 在这里说一下 他也没有说明书 我讲的呢 也不能说百分之百 全对 如果有大家有一些更好的一些使用方法呢 也可以把它放到群里面 大家可以一起 对 结合能量战法 你结合能量战法一起用 会更好 本身他就是 我们的能量战法就要怎么样 我们的能量战法本来就要结合 结构线 对不对 我记得之前小魏好像问过我 那你为什么 凭什么 凭什么说这个地方 他就不能长了 我们之前说 所学的这个能量战法 我是不是 一直在强调 他一定要结合结构线来来进行 看的 不是说你在任何位置 他都可以看的 所以来说呢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在画结构线嘛 没毛病呢 这个东西本来就在画结构线 明白了吗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画结构线用的 什么 什么 大周期趋势 什么叫大周期趋势 多大算大 一连 一个月 一周 一日 一分钟 每个人判断不一样 你比如说我认为的大周期可能一小时就已经属于大周期了 因为我不会拿了一天 你除非是买股票 除非是买股票 买股票可以买个大周期的 你买个 指数 你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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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指 你买个 一个大周期的 你试一下 保证你 镇下车 保证你把你镇下车 一开始看着你的指数 赚了500美金 后来你的 你的这个亏了 2000美金 保证把你镇下车 哪怕你的这个方向所有东西都是对的 你也不一定拿得住 这个因为你做个指数你就知道了 他不是说给你一口气下来的 他先下再上再下再上再下再上 最后再来一个大下 如果你买的是空单的话 做15分钟的盘 单 判断5小时的 你和老子判断5小时 嗯 那就是 在这个上面 我觉得大周期的判断 只有什么呢 只有两个东西有有效 一个是 就是黄金分割 黄金分割是有效的 你比如说 在大周期下面 在大周期下面 我们看了这个位置 他到底了 他到底了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盘整了 他上去了一下 那么我们 我们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可以判断 他可以碰到50%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判断 我们大致可以判断 他碰到50%这个位置 然后再来跌 这就是唯一的判断 这就是唯一的一个判断 就是 他首先会碰到一下 50%这个位置 他不是说直接跌 像这种跌法 像这种跌法 毕竟只是少数 大部分的情况下 必须要向上高踩一下 踩到黄金分割的50%的位置 或者30% 2.2的位置 稍微极端一点 踩到这个位置 23.6 其实 其实普通情况下 就是30 到70.6 这个位置 踩一下 然后再下跌 更加靠谱一些 比如说我们现在任意的去画一个黄金分割 我们任意的画一个黄金分割 我们任意的画一个黄金分割 比如说我们这样画吧 你看啊 如果我们当时判断 我们当时判断 我们当时判断 这个行情 我们当时判断这个行情 这个黄金分割被遮住了 我们当时判断这个行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到这个地方 注底了 到这个地方注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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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说过 我觉得他至少要涨到50%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涨到50% 涨到50%以后 这是38.2% 那么至少涨到38.2%和50%这个区间啊 我刚才说的这个区间 那么至少涨到这个区间 他才会真正的在下跌啊 真正的在下跌 那么具体是多少呢 那可能是50% 可能是38.2% 可能是这个 都有可能 这个东西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没有办法回答你 但是后面有一个指标 可以更加准确的去判断啊 更加准确的去判断 也就说 如果你现在这个地方买的话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拿住了 抄了一个底啊 抄了一个底 那么你可以放心的先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把第二指 只因为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他可能就会跌下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 哎 看到没有 50%看到没有 50%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同志们 虽然差一点啊差一点 没到啊 没到 但是确实 快接近50%了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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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他下跌啊 他哪怕想下跌 他也不是说一次性就给你完成的 他必须要先向上反弹 来到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就是 38.2到61.8之间 然后再给你来进行下跌 你看这一个是这样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是不是也是遵循这个规律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是遵循这个规律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从这里了 大家可以看到 50% 再给你来跌 跌了这个地方 那跌了这个地方就 就空间就不太大了 这个地方空间就不太大了 然后还是50%看到没有 涨了50%再给你继续跌 看到没有 50% 又是来了50% 再给你跌 看到没有 看懂了吗 看懂了吗 那么你说让我通过这个判断 那也就是说我 我现在通过这个黄金分割 我可以给你判断 我给你判断 那也就是这个判断了 你其他的判断都是假的 现在这个判断 就是通过在这个区间判断 明白了吗 其他的同学听懂了吗 因为这个技术也是非常有用的 这个技术也是非常有用的 黄金分割很重要啊 很多人像小卫 二位之前还说 从来没用过 我这个天哪 你从来没用过 这么好用的东西 你竟然 从来没用过 我都已经顺时无语了 我都已经顺时无语了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调整一下 你看 他上涨了50% 还是要上涨了50% 你现在开单很费劲啥意思 对黄金分割 做单太香了 本来就是嘛 你有了黄金分割 你真的可以大致判断 他的一些趋势的 一个趋势 一个黄金分割 他说这两个东西就可以判断他趋势 你为啥飞金 你现在做个模拟单嘛 赚了就赚了 亏了就亏了 无所谓啊 但是就是说 首先盘感要练出来 结合的太多 你用多了就好了 你用多了就好了 好吧 那今天我们的课就先讲的